屬一位修車廠老闆 在幫顧客換輪胎的時候 告知輪圈生鏽嚴重 也應該要換新 而顧客堅持換輪胎就好 結果輪胎換到了一半 輪圈就突然炸開 碎片刺傷了修車廠人員的臉部 滿領事寫 一名男子站在機車旁 拿著打氣機 把輪胎胎壓打高 才在跟旁人談笑風聲 沒想到下一秒 有什麼東西突然爆裂 還冒出陣陣白煙 男子受到波及 被噴尖的碎片正中臉部 痛得蹲在地上久久不起 但打個氣怎麼會爆炸 原來最魁禍首就是他 而在中間輪圈神鏽泛黃 整塊更是沿著邊緣碎裂剝離 原來是打氣時 輪圈無法承受壓力爆裂 才會釀火 那時候是輪胎已經爆了 我跟他說輪胎已經鏽了 然後建議他更換 老闆先生說法表示 有跟對方說明 輪圈生鏽要替換 但對方說自己只是外地人 借用機車換輪胎就好 沒想到發生意外 經過這一炸 老闆臉部多處被鐵片刺傷 右眼球更有輕微滋裂傷 所幸傷勢沒有大礙 顧客也嚇了好大一跳 趕緊妥協 要把輪胎輪框都換過 店家事後也在網路上PO文 提醒同業 遇到一樣的事 千萬不要賺這個錢 需要更換的時候 還是建議就是要更換 但是有些客人會覺得 好像我們就有點強迫性 會叫他做消費這樣 但是我們真的是為了你們的安全 建議呼籲民眾 還是要聽專家分析 不要為了貪小便宜 發生意外害人害己 解釋前訊報道